你好 歡迎光臨 我們餐廳呢是以不能說的秘密為主題出資的 電影許多的白色和電影的場景 道具都是一樣的喔 這台鋼琴呢就是 電影裡中間的手台的五種鋼琴 也就是我們鎮鎮之寶 很多客人都會來這邊吃飯的包裹 它可以留念 可是呢千萬不能亂來喔 不然被收回二十年前 可就無聊你了 像我們姿佛就是和電影裡的女主角陸小羽 所穿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喔 看我家有沒有像陸小羽呢 別看小竹在節目上害羞的樣子 她服務客人時可是非常專業的喔 不過有時候也會有點小突槌啦 她中間有時候身體感 就是很精靈的精神 平常上班呢 都算很比較神爽的樣子 等一下要改造成性感樣子 好緊張喔 希望爸爸看到的時候比較麻煩 第二位 我們的奈 是這樣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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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妳 我們妳 169公分 50公斤 我的天啊 這個 皮膚好好 OL 好漂亮 妳太漂亮了 妳太漂亮了 好有氣質 好羨慕妳們可以坐在地板上 妳 長得有點像無配齒 妳有這個正點 正美 好辣 太久 很漂亮耶 很像無配齒 對啊 很像耶 哇 美女 好漂亮 這個正美來跟大家說 你好一下 大家好 有 她長得很像無配齒 有沒有人家 有很多人家 沒有 妳的味道更OK 而且 配齒是比較沒有親和力 她親和力又更好一點 對啊 妳會緊張是不是 很緊張 她耳朵都紅了 很可愛喔 很可愛喔 哪裡 趙又婷嗎 趙又婷在哪裡 妳問她本人 我 妳問她啦 可愛的眼耶 不要仗是她 在錄影不要仗 別 別 別 兵馬勇 兵馬勇是她啊 好好笑 那邊不舒服 過來這邊 妳真的喜歡憲哥喔 妳有啦 對啦 妳看 事實版在眼前 講電話也要講一下啊 拜託欸 因為她老闆還是我朋友咧 誰 妳老闆是誰啊 瓜哥 那是老董 那是老董 就是親自在動刀的 每天是領萬機的 阿良啊 妳看 李淨良的公司啊 對 她在針索 妳小針怎麼會讓 這麼漂亮的女生在 對不對 針索的人都很漂亮 是 妳在那邊上班 妳都穿這趟 對 她諮詢師 美容諮詢師 對 有什麼名人去處理過 講兩個 這個方便講嗎 有啊 妳前天才來啊 我啊 真的假的 她去做什麼 我跟你講 有什麼不能講的呢 是嗎 不會吧 憲哥到底什麼地方整過型呢 婆娜身材的她 最性感的那一款式 竟然是 妳有穿過性感光嗎 最性感的 有啊 睡衣是奶奶奶的 該不會連睡衣都是高領的吧 沒有 史努比 不行啊 不行 因為她的胸部很大的事 所以她史努比看起來 我猜 有什麼名人去處理過 講兩個嗎 這個方便講嗎 可以嗎 有啊 妳前天才來啊 我啊 真的假的 她去做什麼 我跟你講 你年紀這麼大才哥喔 真的假的 我要謝謝妳 幫我處理成萬里長城狀 謝謝 萬里長城 什麼哈啦 這奇怪啊 小平你看 第一次參加豐胸手術 妳要進去看啊 還是妳自己想看 因為我們不管是什麼手術 我們自己都要指導那個過程 對 妳們才能跟客人解釋 對 就咨詢 對啊 但是不用講到 因為其實龍魯的時候就是 她會要先剝離嘛 那剝離 剝離跟肉剝離對不對 然後就會 筋跟肉剝離 吃雞骨頭 雞腿的感覺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就會看到很大力啊 但不是我 那病人已經就是麻醉 然後我就會一直跟那個李醫師講 妳 等於說那個弄在孩子身上 痛在娘心上 對 所以院長就聽他的 只幫那個病人裝了一邊 然後他說 太痛了 那另外一邊真的不要裝好了 妳是黃小柔的好朋友 對 妳跟黃小柔 黃小柔老是喝醉酒很可怕耶 沒有 她是算我們這一群最正常的 妳其實也是九國天后囉 也沒有啦 小柔喝醉會在街上直接就 翻跟斗 翻跟斗發酒瘋 那麼活潑 還蠻好看的啊 幾歲啦 27 不小 不像耶 妳這個人太直白了吧 不像 超直白 太直接坦白 好了 既然27歲 咱們不多訪問啦 旁邊休息一下 喂 她怎麼那麼現實啊 她很漂亮喔 莎莎她的銳氣 妳好 下次我去龍兄 麻煩處理好一點 好 好 好 妳好 妳好 希望妳有預約嗎 那我的工作內容呢 就是給客人一些專業的美容意見 然後包括最少的一些專業的療程 那為了加強我的專業呢 那在公司我都會翻一些美容時尚雜誌 來加強她的這方面的知識 那平時呢 我除了穿這身套裝以外 我平常的生活的穿著打扮 就是牛仔褲跟T恤 那這次要參加這個節目的改造啊 其實我很緊張 但也很期待 那還滿 希望看見一個模樣的自己 平常穿著樸素的NIN 這次輪到她要被改造了 她的院長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周寧是我們診所很優秀的諮詢師 因為她本身有很好的外表 加上她對每一個觀念 我非常有獨到的見解 那這一次 終於輪到她要被改造了 我相信應該會很漂亮 雅萱來囉 歡迎 26歲 好清純喔 中華電信耶 是喔 這中華電信的制服喔 她是業務代辦員喔 有網友是因為看她的照片 才找她買手機的 怎麼了 妳是在 她是殭屍嗎 幹嘛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綁著她 直接往外面走就好 妳為什麼要進來 為什麼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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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 她開玩笑的不要理她 不是 妳這個今天因為廝殺得很厲害 對啊 所以呢 不是啦 妳欠很多嗎 妳沒有男朋友啊 沒有 沒有 上一個為什麼會分手 就是妳花著草 蛤 男生真的是見骨頭 不應該 然後呢 她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怎麼樣的改變 可是我好像都是成熟風耶 沒關係 妳說 妳只要講出來 我們的節目就可以為妳服務 可是可愛也不適合我 那妳要怎樣 腦袋在等 我現在 怎樣 我現在已經 我問妳一個答案 妳給六七個不一樣的答案 對不對 妳有穿過性感過嗎 最性感的 睡衣是哪一種 哪一種 該不會連睡衣都是高齡的吧 沒有 史努比 不行啦 聽起來 聽起來 那史努比不行 不行啦 對啦 因為她的胸部很大 是 所以她 真的假的 這也算一種性感嗎 好誇張喔 每次打扮火辣都被取笑是壯漢 因為妳知道胸部大看起來會比較厚 但她今天要跟天心來比美一下 真的假的 所以今天她尺度就很大了 這就是雅萱平常工作的模樣 她認真努力的態度相當受到顧客的好評 改造過後的她會是什麼模樣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三位漂亮的套裝美女即將要進行改造囉 誰會最令人驚豔呢 一起來猜猜看吧 套裝美女大變身 性感之術百分百 對 菁瑩再度登場 不管如何 她總是有一個大部分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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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會變成太誇張了 好漂亮 好漂亮 好露 哇塞 我愛 我怕 只可是你不在 你是愛到座面再驚 你跟他們一樣都是唱歌技巧一流 而且獲獎無數的小神童嗎 我猜強力征求唱歌小神童 趕快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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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回 이전 只嘭 我的天啊 短幅